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大金王朝具有的最后一座城池蔡州已经被宋盟邻军围攻了整整三个月的世界。 蔡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 作为淮北平原上的文化名城,汝南有将近2000多年历史,是贯通中原南北的水路码头,繁华附属,人口稠密。 然而,曾经熙熙攘攘的生活场景,在此刻却成了漫天密布的阴云和城内萧条的俗沙。 一连几天不见停泻的大雨,更是让整个蔡州城都弥漫着一股哀伤的气息。 这个时候的金朝皇帝是金哀宗完颖手续,冥冥之中,这位末代君王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结局。 他在这一年正月初九日夜里,找来一职护卫在自己身边的金军将领完颜成林,表明了自己想把皇位传给完颜成林的意愿。 白给了皇位,完颜成林却并不想要。 面对这么多年来历经图治,兢兢业业想挽救金朝败王之局的王,完颜成林临声痛哭,表示自己不能受忍。 面对完颜成林的推辞,完颜手续说了这么一句话, 朕所以负倾者岂能以灾,以肌体肥重,不便阿玛迟突。 请平日,节有降略,万一得免,坐印不绝,此真志也。 我呀,我把皇位传给你,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我身材臃肿,不惜刀兵,骑马都骑不快,我估计是没戏了,跑不出去了。 而你不同,你常年征战,骑马射箭都是一把好手。 我把皇位传给你,万一你能跑出去,那就能绵延我们金朝国作,这是我唯一的愿望了。 委屈,心酸,痛苦,一时间千种离仇,万般无奈,涌上心肩。 既然就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完颜成林实在是没有理由拒绝了, 只好答应继承皇位。 略显寒酸和简单的善位仪式第二天在蔡州城里举行, 可于是刚刚举行了一半,宋盟联军就开始了最后一轮的工程。 宋军攻击南门,盟军攻击西门,蔡州两柱城门很快失手, 但金军并不放弃,他们将联军引入城内,随即展开激烈巷战。 然而几千人面对几万人,这已经不是光靠信念或者是勇敢就能取胜的事情了。 巷战之中,金军将士要么战死,要么自杀殉国, 已经善位的金埃宗听闻大事已去,干脆自挂都难知, 找了根绳子把自己给吊死了。 老实说,金埃宗在位的十年里,他做得已经很到位了, 他虽然是一个末代皇帝,但却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昏庸之辈, 就如他对自己的评价一样, 我为金子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 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意, 所恨者祖宗传作百年,置我而绝, 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 独此为戒戒儿。 埃宗即位之后鼓励农业生产, 尽可能地去恢复因为频繁的战争而遭到破坏的农产业, 同时他还尊奉孔子提倡儒学, 因为他认为一个国家败亡也许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势力, 有可能是人心的崩坏, 所以他想要通过文化教育来修缮国民对朝廷的信任力, 他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和西夏重归于好, 和南宋霸兵沿河, 虽然说西夏那个时候已经是尼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而南宋则脸一变和盟军联手, 开始反共京朝, 但金哀宗毕竟破除了京朝三面受敌的糟糕状况, 他曾经专门派人到宋金边境张贴布稿, 诚诚地告诉宋界居民, 表示以后金人绝不难清, 还将在战争中俘获了三千多宋军将士送还给了南宋朝廷, 他和西夏签订停战协议, 两国结为兄弟之国, 开始联手抵抗蒙古入侵, 这一切虽然徒劳, 但至少皇帝尝试着去做了, 他广开沿路改革立志, 大量任由有能力的文臣和武将, 还顺手除掉了一大批善权祸国的奸命之备, 而且就在金哀宗奋发图强的这个时间段, 正好赶上大蒙古国的最高领导, 成绩四汗病逝, 所以金朝还有过一段起死回生, 趋于良好的状态, 然而在宋军和盟军的联合夹击之下, 金哀宗最终还是走到国破人亡这一步, 在魏十年, 他没有犯下过什么特别大的过错, 而在当时的环境下, 他也没有条件去创造帝王执政上的失误, 所以皇帝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 他只是恨, 恨天, 恨地, 恨这个世界给他的时间不够多, 恨自己, 从来不荒淫暴乱, 却也无法挽救王朝的命运, 但春风得意之时, 亦是隐忧酝酿之日, 金哀宗遇事不绝, 问不了春风, 他也从不得意, 到最后只剩一句尸身, 在风中飘荡, 出到蔡州城时, 金哀宗刚刚经历过一场大败, 随行士族不过只有几百人, 一带帝王, 落魄可怜到了如此地步, 哀宗没来由地生出一股酸楚之情来, 风雨大作, 满目高矮, 皇帝的遗仗, 进入蔡州城时, 满城父老也是感叹连连, 引得金哀宗本人也有些唏嘘不自胜,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颠沛流离, 在仓皇逃窜, 在疲于奔命, 或许直到这一刻, 他不会对死亡产生恐惧, 而是会发自内心的感觉到解脱, 对金哀宗来说, 死亡造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啊, 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要比死去困难得多, 也要痛苦得多, 而那个刚刚不过继承皇位的完颜成林, 则率军在城中抵抗, 忠于不知, 最终也身死乱军之中, 而根据后世史学家推测, 完颜成林从即位登基到兵败身死, 不过一个时辰, 也就是两个小时都不到, 由此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蔡州城镇如水环抱, 驱取形若垂孤, 月光洒落在潺潺的流水中, 落到城墙之上, 经朝最后两位末代皇帝, 就算是以这样一种如此凄惨的方式死去, 也不愿意投降做蒙古人的俘虏, 时任金桃宰相的完颜呼邪虎, 听说两位天子已经生死的消息, 不由地哀叹一声, 我所效忠的君主已经死去, 我现在又是在为谁而战呢? 他叫停了仍然在拼死抵抗的金军将士, 无限悲伤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不想死在乱贼之首, 而只想要自杀殉国, 报效君王, 我死之后你们可以自寻出路, 不必将这性命白白葬送。 话音未落, 玩员呼邪虎就投如水自尽了, 他庞大的身躯惊起如水的波澜, 映照着昏暗的天空, 弥漫着死亡和绝望的味道, 皇帝死了, 丞相死了, 余下的金军将士们高声齐呼, 丞相能一死殉国, 难道我们就做不到吗? 于是, 仅剩的五百多将士们纷纷投如水自尽, 场面一度悲壮, 从亲太祖玩员阿古达建立金朝, 到今日如水河畔的销往, 历时120年的大金王朝正式灭亡, 金朝灭亡的辽朝以并铁为号, 因为辽太祖阿宝基认为只有坚韧不拔的铁器才能持衡, 而阿古达则以金为号, 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黄金才能永恒, 其实他错了, 因为黄金能不能永恒看的不是黄金本身, 而是保管黄金的方式, 那么很显然他的后代子孙没有守护好, 他当年那一颗灿烂辉煌的黄金之心, 生命中所有的辉煌和灿烂都需要用寂寞和痛苦来偿还, 而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 这一切的兴衰荣辱, 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 执念太强有时候不是好事, 基爱宗曾经固执地认为, 只要自己做足了, 做够了, 王朝就不会灭亡, 人们就不用死去, 你不能死, 我不能死, 这个不能灭掉, 那个不能消亡, 可是聊天作地也死了, 回秦尔地也死了, 这千千万万年来, 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 哪个不会死, 这下伤秦汉堂又有哪一个毅力到如今, 马尔克斯曾经说, 历史上众多的战乱和伤痛, 源于世世代代的不公和无休止的苦难, 而非千里之外的诡计阴谋, 基爱宗无从理解, 自己的王朝为何会这样灭亡, 对他来说这已经不再重要, 原来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完颜手续和完颜成礼, 做皇帝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又或者说生而为人, 每个人都不容易, 盟军很高兴, 宋军也很高兴, 因为金朝的灭亡在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宋人终于一血前耻, 报了当年靖康之耻的大仇, 有一些史书甚至还记载了宋将, 把哀宗完颜手续的尸骨, 拿回南宋朝廷, 放入了太庙, 以告慰先帝日天灵, 南宋识人不知道, 不过四十五年之后, 汝水河边帝王生死, 君臣投水的结局, 就将会落到他们自己身上, 并且, 南宋的命运将会比此时的金朝更亲密, 更悲壮, 汝水成了崖山, 而君臣成了那个腹地赶海的陆秀夫, 夕阳西下残阳如雪, 大雨停落, 夜幕变换了他的模样, 有人看山, 有人看水, 有人独坐, 有人听风, 有人听雨, 有人入眠, 刀枪剑挤, 战马思鸣, 花开花落, 年年如此, 这是距离第二日还远的别样黎明, 这是暴风雨之前最后的平静。 明镇